今天來到東大門 今天要吃陳玉華娜奶一隻雞 由1978年已經開店了 馬上進去試試吧 還有上面一層 要排長龍 所有人都爆炸 我們是35號 我們來了 這裡的泡菜和水 都是自助形式 在這邊自己拿的 然後就會有專人來幫你剪小那隻雞 整隻雞在這裡 雞翼 雞的身體 雞鎚等等 這裡就是一隻雞的份量 有好幾塊薯仔 切開了的大蔥在上面 還有超級貼心 剛才員工剪完雞之後 竟然還有一張這個 雞屁屁屁的位置 故意不放進湯裡 更加證明到這個就是一隻雞 攪拌好 然後 先放雞肉 很淡淡肉 這間店鋪 這間店鋪只有一樣 就是這個 雞雞 青雞湯 我們就馬上來試試看 它很香 它的雞肉完全不硬 之外是超級半滑 而且剛才看到 這間店鋪用的雞 全部都是出生後 35天的暖雞 馬上試試湯 就這樣看好像是清水 馬上試試這個青雞湯 它的湯超級入味 可能它的湯本身已經是 煲好了 而不是就這樣 由這裡開始滾起 超級好吃 已經不用加胡椒粉 浸食原味 已經足夠 如果大家覺得不夠味 其實這裡也有一個調味巴 首先這裡就有鹽 胡椒粉 粗 芥末 還有醬油 我現在就… 還有這個 還有大大的辣椒醬 我就要少少鹽 胡椒粉 少少鹽 少少鹽 然後就要醬油 辣椒醬好像一點點 它的辣椒醬好像很辣 好像辣椒籽 好像辣椒籽 日子調醬料 整個肉 八達 很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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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是吃過 可能一隻雞 跟這個相比的話 我覺得這個陈玉華 那一隻雞 好吃過 可能一隻雞 它這個雞湯 首先本身已經夠味 我現在還有得特培醬汁 我就覺得這個 值得去摘大加尼 雞腿啊 超大隻 再加入湯 就這樣離軟了 它滾的時候 已經聞到很香的大蔥味 先喝一口 先喝一口 感覺到喝了整隻雞 下去的汗很舒服 好 現在試這個雞腿 雖然它看上去 你看到它很紅 但其實已經熟了 它的雞肉真的超級嫩滑 而且你看到它是 有肉汁的 我覺得可以試一下 再加一點蒜 加蒜也很好吃 簡單加了蒜泥 辣椒醬 豉油 還有胡椒粉 快要升鮮了 好味道 現在立即來試這個 這麼大片的薯仔 薯仔吃薯仔 自嘲 來來來來來來 看到它已經差不多 圓片都呈透明的顏色了 已經是完全入味 而且呢 它雖然是變色 但其實它還有少少薯仔的咬感 所以你吃下去不會 吃了好像一團粉 而是還吃到薯仔的那種質感 我覺得很棒 還有呢 最好就趁它 沒去到真的軟滑滑的時候 就很夾上來吃了 否則就很容易變得越來越碎 剛剛呢就追加了一個麵 而且這個是這裡推薦 差不多吃了一半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放花麵 或者年糕這些主食 就更加可以飽逃了 麵已經準備好了 那我就馬上試一下 它的質感有點像烏冬的質感 我覺得它是方條的 但它配進這個青雞湯裡 超好吃的 它的口感很大 它加上淡湯 很新鮮 好好味啊 忍性 乾了它 哇 完美啊 去吃吃蚝麻辣 知不知道自己這樣說 覺得自己的味道很好 Yenji上工 Yenji上工 整個鍋清了 連湯都只剩下很少 厲害厲害 真是推薦 用鍋子肥甜椒 如果想知道韓國有什麼好玩好吃 記得留言告訴我們 還有記得Like Share和Subscrib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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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